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BNQ对战MFB的第二局下半场 超Q这边是搬掉的机械先知选择了红夫人 很正确的一个选择 红夫人这张电影图留一个就可以了 留两个血钻 加上红夫人本身超Q的一个熟练度非常的高 应该不会出现特别大的问题 这局穷者想要试跑 只有一个点 就是冒险家前期能够狗很久 狗很久 就算找到个前锋 硬醉前锋都行 带了闪现 一个镜像 风走位 一刀没打中 再横着过来绕 前锋要拉球 漂亮 这波球是从红夫人的刀尖插身而过 天赋上面带的是一个底牌挽留 夹着这个点 前锋这边绕 拉球 绕过来进下一个交互点 牵制的时间上面还可以 挺好的 但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这局穷者要争取个四跑 四跑你这种牵制时间是不够的 回身撞 开车走 红夫人闪现还没好 交镜像也不太来得及 这边应该是 不敢开车 不敢开车 这边怕开车吃震慑 再拉球 再绕 前锋的球已经全部交完了 红夫人这里想要先追一刀 没成功 板子一下 这边抬镜像 前锋没有球了 但这个镜像交的似乎不是特别的好 有可能打不中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没机会前锋拉到前面 进不了板 这里进不了板 跟你绕 绕 绕到板子 闪现一刀 闪现开第一刀 然后镜像头带走前锋 前锋已经算是已经溜的非常的完美了 溜的非常完美了 当然超Q第二个镜像没交好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本来那镜像前锋可能要吃刀的 这个位置架住的话应该是没了 看一下 再躲 这有一说一 这躲的还是挺好的 祭司还想来过来帮帮扛刀吗 这扛刀好像没有必要 外面佣兵的电机都修完了 祭司这里来救第一波 然后准备是接大洞走还是怎么说 过来要把这个大洞打掉 佣兵这边过去救人距离有点远 祭司的电机这边修不开 算了 拉走外面重启一台 这里电机不能再修了 因为修了容易被那个镜像打 佣兵可能还需要再交一个护币 要不然这个血线有点危险 一个镜像头来找祭司能不能打坐 一个护币弹过来到脸上 一刀打震慑了 我的天 哇 这个震慑 应该是平局应该有了 对于超Q来说 这个震慑平局应该有了 因为首先这个前锋是遛不动的 这边也没有大洞 佣兵挨了两刀 保前锋 前锋赶紧走 祭司那边因为大洞已经交掉了 现在没有大洞通过去 一个镜像台 这前锋就得倒了 哇 这个震慑本来不震慑呢 我觉得穷者还有机会去争取一个三跑 毕竟这个前锋遛的还是挺好的 但这个震慑打完的话 打成一个双倒的局面 那就不太能有机会去争一个三跑了 穷者目前来看的话只能保平 而且这边还倒到了祭司的遗产机 祭司说 我修哪儿 你前锋来哪儿 你是不是故意的 对不对 这什么情况 你是搞针对了 平常对不对 是不是有什么恩怨 冒险家现在不管 管自己修 祭司要救一波人 救一波人能救 就能救 关键就是电击不够 电击不够 电击不够 30秒之后闪现都有了 这前锋再能溜 给你再长两条腿 一速给你加 加个20% 你也不一定溜得动 这是实话 一个镜像台 你这边就得打 这个镜像吸到了祭司身上 祭司扛了一刀 那也行吧 只要超Q这里不要换挂 对吧 硬追前锋 10秒钟以后闪现了 我看你怎么逃出我的五指三 这个镜像切过去就好了 好 这个位置 前锋 我这里闪下来一刀 带你走 超Q这里好稳 不交上闪 不交这个闪 前锋这边一个拉板加速 那要交镜像了 外面我们拍下电架 佣兵这台电极60% 一个镜像 前锋人没了 挂飞 挂飞以后 祭司日兵交自摸起来了 也就是说 这局有两个交掉自摸的 那这把超Q还不一定平局呢 还有机会争取一个三抓 因为两个交掉自摸的 对吧 我这边把你佣兵 互币一号 开门站随便抓一个谁 都是没自摸的 他这里是不想抓这里的佣兵 觉得佣兵有互币不好搞 冒险家好像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给他镜头 不清楚他有没有输液 输液有 那一刀输液 那佣兵的电极能点开 开门站的话 追谁 佣兵两个互币满血 冒险家吧 选择的话 还是选择冒险家 这里要吃一刀冒险家 可别交个闪什么的 我们拍下地窖 地窖在哪里 地窖的一个位置 在河边 冒险家这里 想要走的话得找祭司洞 但是虽然说祭司交掉自摸的 但是祭司并不是那么好抓 他手上还有两个洞 超科这边还是选择一个比较稳健的 抓冒险家的一个思路 那差不多这边祭司踢好门 冒险家这里一翻电机就要亮了 不能说是特别拖的特别久 看一下电机还不亮吗 硬要吃一刀 这里再绕再上楼 看一下 一刀打 电机点开 然后往外一走 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点 刚才如果说强行这个冒险家 不要回头强行往车站走 会不会有那么点机会呢 车站走 然后车开到二站跳地窖什么的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上 人家是有闪现的 对吧 那超级这把打下来 一个平局也够了 算是完成任务了 非常优质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对吧 本来他只要留一个 现在留了两个 对吧 队伍里面打了一个五分的优势 那下一局只要抓一个留一个MFB 就可以晋级最后的四进一的总决赛了